有一次呢 我看到我的老大 我亲眼看到我老大 在一次的火兵里面呢 人家拿那个 你知道吗 那个卖米的米片 他们用那个沟啊 工米的米袋的沟啊 把我的老大的肚子 连肠子都拉了出来 当年我才十岁 十六岁 我亲眼看到我的老大 被仇家 被人家打 用那个铁钩钩 把肠子都拉了出来 那时候我开始 如果我要参加黑社会 我就要做老大 而且要做最买卖 但是我自身的条件一边走一边 我想我没有资格 有够条件做这样的老大 我在想 我人生应该有一些 可是 可是没有人帮助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走出这条路呢 我要继续这样 我肯定 为了老大 肯定是被你欺负那一刻 我该怎么样的去而走 那么 我有一个朋友 很好朋友 他一直叫我去教会 但是我很讨厌教会 我知道那些去教会的人很喜欢讲耶稣 所以我就不喜欢 他一直跟我讲 用讲了三十多次 叫我去教我 我一次都不理他 之后他出绝招 你知道什么绝招吗 他说 诶 家会里面有 有Langway看的啊 这样我就很老吹魔的就去了 我去了之后呢 我很失望 为什么呢 他讲的女孩子啊 Langway啊 是怎么样的Langway呢 是四岁的Langway 还有四十岁的Langway 中间没有的 十多岁 二十多岁没有的 所以我就很失望 我以为 我是上当了被骗的去教会 但是为了 我也有我的目的 我为了不要再参加 四位哪种的打发 那种火病 我就 没有地方去嘛 我就打发时间 每个礼拜去教会 对 在这儿 有点